当你遇到困难 感觉迷茫 尝试了很多方法都找不到出口 透过催眠 心会让你看到最诚实的一面 你可以聆听内心真正的声音 找回真正的自己 吹 继续吹 跟你一起进入催眠的世界 今天我们的内容很丰富 所以比较赶紧一点 事不宜迟 先说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催眠通灵 这个话题我相信 如果看开我们《鬼王》的节目 或者《飞飞 air》的观众 可能会有点好奇或疑惑 在做这个节目开始之前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呼吁大家 点赞我们的IG和Facebook page 因为很多观众都不知道 如何可以在直播节目的时候 可以联络我们留言 还可以在哪里找到我们呢 其实可以去我们的Facebook page 吹 继续吹 只要在Facebook打吹 继续吹 就会找到我们的标准 我们其实不定期都会有一些关于催眠 以及一些个案的分享 就是资料的分享在上面 随时之外 我们的IG都有一个帳户 就是叫做 My voice will go with you 有点长 但应该很容易搜索到的了 但我们有底线的 是My voice will go with you 底线 那就会找到我们了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 跟Trainment有相关的问题想问 或者想联络我们 但是不是吹水的那些联络 就是说真的有问题要治疗 或者想我们帮忙解决的 也可以在Facebook或者IG联络我们 再不然可以打回我们BigBigAir的热线 如果你说有问题想问 或者想我们的催眠治疗师帮你做一个催眠治疗 也可以联络我们的 好 宣传环节就做到现在了 所以大家就快点去行动 在我们广告时段或者节目结束之后 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说催眠通灵 其实在上一集 我们都轻轻已经开了这个题 今天我们真的有一个催眠通灵的个案 跟大家分享 这个个案 其实事主 事主即是被催眠的那位嘉宾 其实我本身也认识的 其实他也是一位很多朋友的人 很不幸在数年前 那位朋友自杀身亡 而这位朋友 其实曾经在他自杀之前 有信息过他 就叫他做求助 但是很可惜 因为我那位朋友 他当时在忙 还未来得及回复他的讯息 已经收到这个 他朋友过世去世的消息 所以这几年来 其实他也是带了一些遗憾 以及很疑惑 为何他朋友会无法自杀呢 除此之外 也是有点心结未解开 因为当时他朋友 是有讯息求过他 所以也希望可以试下 透过催眠治疗 看看会不会通灵的情况下 找到他的朋友 可以跟他沟通到 连结到 就询问一些相当的事情 但是对于通灵来说 我自己本身 如果认识我的朋友 都知道 其实我很害怕 我连Edmond的节目 也不太敢听 我听到前半段的音乐 我们的生意费是很棒的 一进来 我已经很害怕 笑夸张 对 笑 少少夸张 但是 催眠 不知道为什么 有些朋友 当对催眠不认识的时候 其实都以为催眠是一个很恐怖的事 嗯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但如果你还有这个想法 在这一小时 你一定不可以 而是要重温我们所有的节目 其实催眠我认识了之后 基本上 现在都是作为心理治疗的其中工具 但是催眠通灵 给人的感觉好像有点神神怪怪 或者是一些恐怖的感觉 那究竟 老知通灵 其实可能大家会想起的 可能是蜜米 或者一些蝶仙 或者是鬼上身 和这些所有的东西 其实催眠通灵 和我刚才所说的蜜米 或者是蝶仙 我觉得都是一些连结到灵魂 或者是我们称之为鬼的动摄 你看是震音 我刚才说的 哈哈 哈哈哈哈 其实当中有什么分别呢 在催眠的通灵 我可不可以说 都是跟蜜米一样 还是不同的呢 嗯 其实 我会说通灵 是一个 有一个叫做 Range 的东西 有分 很高深 需要很大量能量的一种通灵 也可以是另外一种 简单的通灵 因为通灵的定义 就是跟灵魂接通 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灵魂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发觉 其实人的出生也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 两种东西加上 就变成了一个人 或者说贴身一点 就是可能你发梦 其实你发梦 你明不明白 可能只是看到一个影像 但你已经很有臨场感 你会相信这个梦境是真实 但其实这一种很不科学 其实你发梦 只是一个我们经常会接触到的现象 但我们就觉得是习以为常 但其实这一种也不科学 其实你就好像出现了在另一个空间 然后你完全不怀疑 那个梦境的真实性 那已经是一个很神奇的 你本身很理性的 所以其实 就是发梦 甚至有些人会有些预知的能力 或者第六感 譬如我突然间 跟朋友一起想起某一样东西 可能大家会有感觉 一些解释不到的东西 但有些人可能会质疑 究竟是否真的 但这些所有的能力 其实都是通灵的一种 因为都是跟自己的灵魂去接通 这个是在自己身上 但刚才说到文米那些 就是跟另外的灵魂去连接 他需要的能量是多一些 但是 可以说是同 但有一个程度上的分别 我会说 因为文米有所知 就是邀请灵魂去 注入自己身体 是 如果你说 催眠通灵 就应该是 不一样 不是邀请他进入自己身体 但其实他也在我的画面 是吗 不是 因为我也不太理解 这个 他是不是进入自己身体 其实很难这样解释 因为催眠的时候 你就是合上眼睛 就是直入 这些是在帮助你 然后同时 他看到的那些情景 其实他也是看到一个画面 看到一个无中生有的画面 甚至乎 譬如我说 跟一些他认识的人 去在一个窗面状态里面 去沟通 去接触 那你可不可以说 又是上身呢 但他真的看到 客人在窗面状态里面 他真的看到那个人 看到那个画面 跟他对话 那又叫不叫上身呢 都是看你怎样定义 真的 但刚才你说 客人在催眠里面 会看到一个 我们今集就是说通灵 他可能有机会看到 他过世的亲友 其实我怎样可以定义到 我在催眠里面 看到的先人 我称之为 他是一个真实 即是他的灵魂跟我对话 还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 影像 我怎样可以分辨到 我自己幻想出来 还是他真的 那个灵魂跟我对话 嗯嗯嗯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 因为 其实 譬如 问米 或者你出去问人 类似问米 这类东西 你可以如何定义他 是真还是假的 通常你会去 确认他说话的内容 是否真是你的处境 如果他说中了 你就会觉得 真是真 真是有料 但如果是一个催眠 其实只是当事人 和他认识的对象 去见面 和对话 的话 那些东西一定是真的 一定是你也会知道的 对啊 除非他说了一些 他说了一些新的东西 你不知道 然后你去求证 原来真的有 譬如我在衣櫃找到一块钱 真的在那里 好像很棒 我做到这件事 可以试试 这件事你就可以去定义它是真 但如果你不是真的 用这些方法去求证 是否真的话 其实 可以说是比较难 去试试是真还是假的 如果你有怀疑的话 但如果是让我自己去 和当事人 避催眠者 跟他说 你可以如何感受 其实就是那种即时性 应该说 是很讲一个个人的感觉 他是不是真的 在现在这一刻 跟你在对话 还是你觉得他只是 在某个记忆里 某一个回数 就像我们平时 会回数到过去的一些片段 其实很看当事人自己的感觉 如果他不是 鬼通底有全展 如果没有这个案件 他就很看他当事人的感觉 嗯 所以其实 不过有时候 我觉得也会放下来 例如 例如 我眉眼 我发梦才算 发梦的情节 是我自己幻想出来 还是 真的 突然发梦 就是刚才你说的 第六感 还是 不知道 可能你发梦 对 你发梦的时候 你会知道 这是自然产生的 不是说 我现在写故事 写小说 然后就梦到这个情景 不是你自己创造 不是想出来的 对 所以其实都很 听你这样说 其实都很靠当事人的 自己 戴一身的感觉 所以如果大家要感觉 就来找我们做催眠资料 OK 但 今次我们讲通灵 我想知道 其实 是不是所有灵魂 都可以连结到 当然是说一些亲友的灵魂 会不会有时出现灵魂 是不想被连结的情况 例如我 今次想找我过了一世的婆婆 会不会出现一个情况 就是灵魂 不想被连结 而我失败 其实自主性 是不是只是在客人上 还是本身的灵魂 都有自主性 其实这个也比较难去定义 因为他的个案本身是通灵 我们叫通灵 就是通灵本身的人 不是我 所以其实那个感受都向他 我也试过做一个通灵不成功的 但其实不成功的原因有很多 就很难去 即未必关于本身的灵体事 对 很难去推论究竟是关于事主 例如他自己内心有某些部分封闭了 他不想去接触这件事 或者是其他因素 这件事其实也很难去定义 明白 所以其实 比较少是 说灵体有一个不想被接触的情况 除非是在治疗过程 我用一些说话去引导他的时候 然后可能他找不到 然后我就在那段时间里 我再帮他去找一下有没有原因 例如问一下 或者用其他方法去帮他 问一下有没有原因 因为始终我不是通灵的人 我不是那个人 所以我需要像一般的催眠过程里 都是透过话语 去由当事人的第一身 去感知这件事 去推论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如果这样说的话 有没有一些个案 是不是任何人 或者任何的情况 都适合做催眠通灵 是不是任何人 即是说 是否我想 譬如我很喜欢张国荣的 才算 是 我不知道是否 即是我们现在说通灵 一定是有另一位灵魂 跟我们一起结 那是不是所有情况 或者所有个案 都适合做催眠通灵 还是有些个案 是不适合的 其实我最主要都是觉得 是那个当事人 有一个心结 或者是一个治疗的需要 即是我自己有这样的原则 即是如果他没有一个治疗的需要 而去采取这一样 叫做通灵 和一个过了身的人去对话的话 即是没有这个 我觉得他没有这个需要的话 那我就不会去做这一件事 因为始终都 正好 在这一件事的描迹 实际上